好 月中鲍尔昨天晚上这个话 使得今天亚币再度贬值 没有错 鲍尔昨天的谈话 是在INF的会议当中的演讲 那一改在上周联准会会议中的态度 上周在联准会议之后呢 他的记者会里面相对是偏割的 可是昨天就又全面的放音 那最主要当然就是 第一个他讲到还会在升息 那第二个又告诉你 我们会持续紧缩下去 哇这个一讲当然就造成 市场的很大的冲击 那最主要当然美股 昨天全部都下滑 那影响到今天的雅股也是 那另外一个就是美元又上去了 尤其是今天美元指数 在我们录影的时候 已经来到105.99 已经几乎106的相对高点了 所以美元指数上去 当然其他的货币 尤其是雅币又跟着下来 那其中最重要当然就是联准会 现在一直在实施所谓的QT 就是量化紧缩 因为我大概算了一下 联准会现在大概以每个月 一百到1200亿美金的速度呢 把他的债丢出来 那债丢出来就等于把钱收回去 那所以这是一个紧缩政策 那另外呢美国的财政部 那更厉害了 光这个礼拜哦 一个礼拜他就发债了1140亿 那因为他下礼拜有一笔债要到期 所以他这礼拜必须发新债来还旧债 那整个第三季我们之前也讲过 美国财政部已经发了1兆070亿 那这一季呢有少一点 但是也高达7700多亿 那你发债是不是也是一样 又是把资金收回来嘛 所以呢这其实都是美国在实施的紧缩政策 那原因无他就是因为通膨还是很严重啊 因为10月份数字还没有公布 所以以9月份来看 总和CPI3.7核心CPI4.1 距离联准会2%的目标都还很遥远 所以当然必须要再继续努力哦 好那问题是你真的能够升息吗 关键就在于你的经济到底好不好 那我们知道美国第三季的GDP比预期高了很多 譬如说如果你看这个季比的年化数字是4.9 那如果看年比的数字也有2.9 都比第二季高了很多 可是这时候要去注意到哦 你第三季为什么可以这么好 两个原因 一个是因为前一年的数字相对差嘛 你是凸显出来第三季比较好嘛 那另外还有一个原因 其实是大家比较不敢讲 我真的要讲出来 因为美国有两个东西 这过去一年非常好 一个叫军火一个叫能源 讲来听也就是败战争之刺 让他在这两个地方发大财 尤其是在上礼拜日经新闻 有一篇报道就提到 以刚结束到9月底的这个财政年 美国的军火商营收暴增的将近五成 哇这是个很可怕的数字哦 那就能源公司也是一样哦 好那大部分的公司第三季的财报都还没有公布 就已经公布的这个雪佛兰来说 他第三季尽力可以算65亿 前三季已经赚了190几亿 虽然没有去年同期高 但是还是历年来相对高的数字哦 所以如果你把这两块去掉 那美国的经济还真的有好吗 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 好那觉得会升息的还不是只有连准会自己在讲哦 像包含美国银行的执行长 莫尼海也出来说 哎呀有可能哦 而且要跟你讲 12月就会再生意嘛 可是真的是这样子吗 如果你看我们最常看的 Fedwatch的预测 其实目前市场上就以我们现在录影的这时间点来看 85%以上的投资人认为不可能升息 而且不是只有12月 包含的明年1月到明年3月 都跟你说都不会升息 甚至明年3月已经有投资人预估有可能会降息了 因为从联准会的自己的这个点证图 也就是他们的这个委员的投票来说 他们自己其实也说明年有可能会降两码 虽然包吼一直不松口 所以到底谁对谁错 我们就到时候等着看 好那不管怎么样 这个音一放出来市场一定受到冲击 所以昨天美股四大指数通通都下滑 那其中跌最多的是纳斯达克 跌了将近1% 那连带的我们刚刚提到了 今天的美元指数就非常非常的强 所以我们刚刚说已经接近106 那其实呢我个人觉得 为什么包吼又要再次放音 很大原因就是他要维持美元的强势 那为什么要维持美元强势 就我刚提到 因为财政部一直在发债嘛 如果投资人觉得你美元会下滑 谁要买债 尤其是美债当中大概有一半是国际投资人 国际投资人不会只看你利率嘛 我还要看你的汇率嘛 如果我买了你的债 结果你未来美元贬值 那我可能会倒赔 所以联准会必须维持美元的强势 可是美元强势那其他人就倒霉了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亚币 包含了台币包含了这个人民币 包含了日元又再次的下滑 其中人民币呢已经连三天贬值 今天是在7.3的价位也不算太高 那台币的部分呢已经连四天贬值 今天又扁了一脚多 尤其大家要特别注意到的 就在前两天美国的财政部公布 台湾又再次被列入汇率操纵国的观察名单 那如果被列入汇率操纵国 通常应该利率会走升 可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却是走扁 那接下来会怎么样 这我们就要去注意了 那最弱势的还是日元 日元已经连五天贬值 甚至今天已经又逼近了前高 今天最高已经来到151.4级 前高是151.7级 所以日元呢 到底还有扁到哪里去 大家都还在观望 哈喽大家好 我是林官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 叫做林官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按下小铃铛